东坡有见过用网的有钓鱼的 有没有看过用钩鸡的 今天东坡就用这小挖鱼机给大家打死鱼啊 这个是个自己家的小的一个钓鱼的小鱼池 就怕这个水太浅了把鱼冻死了 无死在里面 所以呢 钩鸡呢 会把这个水排出去 到咱接鱼就行了 用这个小钩鸡把这碗抠出 用海鱼勾出来 然后把这个池子的水放出去 但是现在疲寒地冻的 这土冻刚刚正了 钩鸡再小一点 它口弄得有点呀 我在担心会不会把钩鸡这个牙给掰掉了呀 又去 牙很难 这会用的设备怎么样 这个模式 比如说这土坏了 你就是石头都能干碎 用水放开了 哗哗 躺了 怎么看到有鱼啊 这没挡呢 说这鱼出不去冬天 希望它不下去 鱼 要不然就白玩了 这水这么猫 拿钩鸡挡下了 要不然水太大的话 真容易跑鱼啊 说是冬天的鱼猫起来了 冲不出来 但是我看了 选了 万一那鱼就猫在这儿了 那不嘎嘎神干跑了 好了 捕鱼结束 钩鱼了 水也不放了 结束了 这就 这结束太快了 水刚放下去就完事了 没了 不抓了 跟大家说一下失败的原因 水呢 从那个钩子里躺下来的 流过这个钩子 结果呢 这个小桥洞呢 哎 他冻死了 堵死了 然后呢 干冒了 就一直干到人家那家院里去了 那这不行啊 那你跑人家院里去了 谁能干呢 所以呢 就是失败了 你放不了水呀 行了 车吧 我还指望能去抓鱼 晚上加顿餐 吃条鱼呢 没了这回 极慌 记住 那 我